这道也是有关于 坡浪 尤其像海啸 这种涌浪 涌浪 坡长很长的涌浪 然后它到岸边的时候 主要的变化就是水变浅 当水变浅的时候 一般来说 涌浪或者是海啸 传到岸边水浅处 它会产生的变化 包括它的速度会变慢 速度会变慢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它的坡型会产生变化 变成不对称以外 它的坡高也会变高 坡高也会变高 那坡长当然是缩短的 这几个变化都是考试常考的 坡长会缩短 那所以像这些基本的变化 各位把它熟记 那遇到这类前考题 其实就可以正确的作答 所以这个完全正确 比例有点偏低 有点偏低 那就是没有把这些事实记熟而已 这些题目并没有难度可言 感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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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